已经完工的日出香蟹大道 每次遇到下雨就会有积水的情况 尤其在三角公园纳测积水最为严重 县衣会建设小组9号下午特别到厂会刊 并要求县服水利科尽快改善 以免积水造成民众经过容易发生滑倒等危险意外 赤之4E多元打造的日出香蟹大道 去年10月已经完工 目前还在进行验兽阶段 但是有民众反应 每到下雨部分区段就会有积水状况 尤其三角公园这边积水更严重 为此县衣会建设小组多位议员 2月9号下午特别到现场会刊 我们日出香蟹大道 花了4亿多 今天这种切施一定要立即改善 不然的话花了那么多的经费 在最完美的花蕾的建设里面 希望说我们下水到 我们建设处赶快立即处理 还有就是说我们那几个广东街 无线街 南京街 这几条街的上面就是说 要到日出香蟹大道 还有这个地方有的不熟悉地形的人 骑摩托车开车都会撞上来 希望说我们这个建设处赶快来处理这些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个积水的状况 是不是施工品质有问题 是不是施工不良 所以今天特别在我们是建设小组 在总召的一个带领 我们跟下水道科一起来这边会刊 那也请县府这边赶快地做改善 如果这边是要让民众很好的一个休憩 旁边又有儿童的油气设施 那应该是要安全的 因为积水容易滑倒 容易产生一些危险性 那还有周边的一些小的工程 我们觉得可以再修好一点的 一些小的细节我们也提出建议 那希望县府下水道科 这边赶快来执行 我觉得这个水孔高于地面 当然会积水 所以这个应该设计应该有待改善 还有改善的空间 你做这个这样子 对对 因为它跌更高 要怎么还要这么多 晚上因为灯光 可能不足 那可是这边草地却很多朋友 结合了旁边有这个 共融的运动设施 可是旁边还是有一些零零角角 这可能也是希望能够做一个缓坡 怕小朋友踢到跌倒 踢到跌倒 那另外 另外这边也是容易积水的草地皮 那可能是否 是否那个泻水坡度 要重新抓过 会让整个景观的环境 绿地会更趋完美 议员们表示 花费这么多经费打造的工程 是全民寄予厚望的重要建设 希望县政府要坚持施工品质 并且在发现问题时 要赶快改善处理 不要辜负花莲乡亲的期待 对于积水的问题 县府建设处水利科也表示 会立即要求厂商改善 以免造成民众经过时 会容易发生滑倒等危险意外 绝对会幻市报道